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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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來到自符通的有機可乘 DK 如果近年 大家對於ESG這個概念相當重視 尤其是上市公司 需要交出一份成績 要扣扣KPI肯定是其中之一 甚至是商場的資產提升 AEI Asset Enhancement Initiative 今時今日不是裝修那麼簡單 今天請來這位嘉賓 就是陽光房地產基金 資產管理及發展的助理總監沈仲懷 Yolanda 歡迎你 Hello Yolanda 你好 談到商場 Apple你最喜歡走 但談到民生的商場 其實我最喜歡走 因為我喜歡買菜 煮飯 看樣子就不太像 但這真是我的興趣 談到這個民生的商場 其實跟我們生活息息相關 我們現在在將軍路的商場 算不算區內其中一個 歷史最悠久服務居民最長的商場 歷史悠久是 因為將軍路有幾個站 這是寶林站 寶林站是第一個發展的 我們還要是最早就已經在這裡拆棄 在哪一年呢 先記一下 一九九幾年 即是你還是讀小學 還沒出生 都很久了 服務居民 其實那時候也看著 有些可能是小朋友有志願 現在已經是中學來補習等等 即是街坊 即是可能已經是一代人 已經是慢慢長大 這個伴隨著他們長大的商場 圍繞著他們的生活 食食相關 正所謂有時不舒服 見醫生 有時的功課差少少的 補習 甚至乎買菜 煮飯 吃東西 其實都是來不開 都是我們生活的一部份 不過商場 其實除了說到商戶組合 其實體驗現在很重要 怎樣有些翻身工程 或者加入多些綠色元素 令大家覺得來到的時候 跟旁邊的好像有點不同 或者真的有一個附加值 其實我們商場去年做了一些翻身 都是一些公眾位 但我們也想有些少許主題 除了是新席座之外 我們有兩個主題 就是關懷和保存 關懷就是有些顧客 其實他們需要些甚麼 我們翻身時 由他們的角度想 即是他們帶著小朋友 他們在商場 其實他們需要些甚麼 設施等等 讓他們是有增值的 這是第一個角度 第二 保存就是一些綠色元素 這兩樣是我們加入的 好了 說到綠色元素 聽起來就是很符合 剛才Apple也說的 那些KEI 即是我們收市公司 當然是剔剔剔剔的 現在每個人都說要環保 要綠色 甚至乎你說保存 其實保存是一個怎樣的概念 即是跟我們傳統理解的 即是環保 即是回收廚餘 用到一些環保物料 比較限電的設施 除此之外 還有甚麼概念 不是在裡面 剛才你說的物料 那些就一定有的 即是標準的 地磚等等 要有認證 第二 我們也有一個環保回收集 叫做Recycle Corner 其實我們也升級了它 除了標準的 即是膠瓶 紙張回收之外 我們定期有些主題的收入 例如是玩具 兒童書籍 又或者是中秋節之後 我們會收回鐵罐 有些過量的包裝等等 有些主題 第三 就是剛才 除了你說怎樣再提升 即是加入元素 就是 我們找了一些本地的藝術家 就會為我們做一些藝術裝置 例如我們商場 有些我們想擺放一些椅子 但我們就不想去買 不如說有沒有一些不需要的材料 不如拿回來自己做 那一陣子 其實我們的藝術家 幫我們配合了 將溫瓶海水化碳廠 他捐了一些木 我們不懂製造 所以就找了一些藝術家 藝術家幫我們設計 升級再造 那些同事當時也有興趣 就說我們可否參與 我們就刻意製造工作坊 我也有份去鋸木等等 其實現在椅子放在這裏 我每次來都有探望它 因為我認得哪一張是我製造的 所以升級這些回收再造 其實自己會有些感情 即是經過商場 那張椅子也是我有份做的 每次都有探望它 這個也很有意思 甚至乎現在我們都說 落手落腳 拿一些環保的材料 就是upcycle 我們說的不是recycle 是將它賦予一個新的生命 本來在海水化碳廠沒有用的木材 變成一張可以讓公公婆婆休息一下 在商場行得累了 又可以坐下 真是非常協心的安排 下次再做多兩張 讓我一起來 這些是否也算是綠色設施 是的 因為是升級再造的設施 另外我們也有些環保藝術裝置 其實是另一個藝術家 他用家居的廢物 例如你去買橙 有一個橙色的網袋 例如每個裝生果 有一個環保法寶膠的袋 他就用這些家居廢物去做個裝置 我們就放在現場 會特別一點 引起一些人去關注 不是說你的物料等等 其實他們看不到 他不知道那些物料有什麼認證 反而這些裝置會提升他們對環保的意識 通過這類型的裝置藝術 除了可以提升一些設計 甚至一些時代觸覺之外 更加可以帶領整個社區 因為你們都有個責任 每個小朋友來上完課 然後發現原來一些沒有用的物料 都可以賦予他再次生命 我覺得這件事很有意義 Dicky有提到KPI這件事 做了一個大型的翻身工程 其實達不達到當初的KPI 其實有什麼成效呢 除了好像Dicky所說 因為歷史比較悠久 大家可能都想有些新鮮感 但實際上 當顧客來到 或者你們自己完成了整個工程之後 其實有什麼目標呢 我立即有問題 股東當然希望你分派多一點 老闆呢 花了錢 當然希望租收收得多一點 錢就花了 租收不加到呢 是否這麼現實呢 還是可以併限價齊區 雙負雙情 雙得益章都還可以 加得租來 又提升了客戶的體驗 都沒有問題 相贏 行不行呢 其實第一件事 就是人流先 即是說生意之前 先帶給一個舒服的 有人流的營商環境 其實商會才會做生意 第二就是怎樣留住人 他們在匆匆忙忙地走過 可能他們也不消費等等 所以我們其中一個就是 剛才提到的主子是關懷 因為我們都發覺 一個民生商場 就跟商業區不同 其實我們那些叫 不是顧客 是街坊 街坊 其實他們一天下來好幾次 而且可能好像 有空就來 還有可能是 早上來 下午有臭小朋友又來 而且他們其實大家是認識的 每天都在這裡臭小朋友 每天都站在門口等 我們就看到有一個這樣的機遇 我們就把商場打造了一個特色的空間 我們就把柱子做了一些樹的設計 在樹下便有一些樹腳可以坐的 其實是好像以前舊式的街坊 在公園下便盛量聊天 現在有冷氣這麼大 對 也有冷氣的樹腳 就是一個這樣的環境 即是凝聚人的力量 至於你說商戶那些這樣的組合 翻身前後 其實改動不大的組合 因為我們都是民生商場 都是教育、美容、家品等為主 但餐飲方面 其實我們是策略性去調動那些組合 我們沒有加度 但反而是引入新品牌、新品牌 例如燒味、新品牌、慢煮叉燒 或是茶飲 他都只是買某種水果的茶飲 是比較特色的 其實這個舉動 第一就是想有新鮮感 給大家顧客和口味 第二就是我們不想太過重複 不想租戶中間有太多的競爭 即是你茶餐廳都幾間 惡性的競爭就不好 我們希望整個組合是互補的 即是早上喝完茶 下午就吃日式燒肉 晚上可以吃甜品才離開 整個組合是困難 整天都在消費 但不是競爭 但你幫我幫你 是這個感覺很好 因為那種街方街里的融合 甚至在一個地方已經很有感情 即是又要接放學 又要上班下班買菜 再燒廢吃飯 那就好 其實不用每次都周居龍頓去北上 其實應該這樣說 平時一至五上班 哪可能到處去 其實都會幫助一些附近的街坊商場 不過剛才Yulanda也有說 將軍路區這裡是比較民生 會不會就是 Dicky剛才所說 有一個很大的競爭 大家覺得北上消費 反而不會影響到民生商場 始終這個寶林站 來的關口比較遠 你要周居倫敦 是不可能的 對 是比較多的時間 尤其是帶著一家大小 你都不會整天上去 所以我們這個商場的人流 相對穩定 還有我們的優勢 就是直接駁住樓上有些住宅 其實不只是這裡住宅 其實區內很多住宅 都是搭電梯落平台 就直接從橋下樓來的 四通八達的 這個站上過去 有很多屋苑 亦都有私樓 但亦都怎樣說 很簡單 就是有很多橋樓 對 不用下雨 或者曬著就可以來到 推著BB車等等 是方便的 所以我們優勢 所以是一個很固定的人口 如果說到一些趨勢 下一個部分要跟Eulanda談的 就是和Dicky都相關 就是作為一個車主 其實就是商場的配套 我想很大部分就是 駕駛人士一家大小 其實很需要有一些商場 停車場的配套 在這方面又怎樣可以達到 一個綠色的潮流趨勢 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再跟兩位聊 繼續回來自負通的有機可乘 其實就是為了想生意 要達到KPI 要想很多不同方法 剛才說 例如是一些商場的翻新工程 希望能夠增加人流 留得住它 另一方面 如果說到想吸引多些人 或是來多些 作為車主的Dicky 是否真的會很需要不同的停車場設施 當然 除了希望有些停車優惠之外 我作為一個車主 最近加添了一輛電動車 便有一個困難 因為我的車放在我家的停車場 不能充電 所以周圍都要想想哪裏充電設施 而Landa想訪問一下你 就是提升租戶的體驗 提升住客的體驗 對於屋苑的住戶 其實他們都有電動車充電設施的需要 你們又想想哪裏充電設施 去幫助他們 像我那樣 遊牧民族 真是搞不定 誰有得測就去哪裏 而且你知道 生崩頭 比外傭更難請求 如果你找個充電器在這裏 所以怎樣幫助他們呢 有些想法 其實我們都見到電動車的需求 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去年都在商場 加了一些電動車的充電車位 但我們不是做時租 我們是做月租 因為都服務回居民為主 月租那些 推出的時候都反應不錯 因為他們覺得是很安心車位 因為不用等 不用爬 每天回來 真的安心出民 因為有些充電 每天回來 我知道一定有那個位置 一定是給我的 可以充電到的 還有我們都做了一些電動車的展銷等等 一起推動 很聰明 這裏有僅電動車位 上高有很多屋苑的住戶 但是如果說到另一些旗下的商場 你們的資產 其實就是 真是很貼近我們現在經常說的 北上消費 會不會壓力真是很大 即跨境消費成為了一個 潮流 不知是一個短暫的趨勢 但畢竟真的是競爭對手 過多一兩個站 就已經是到了另一個商場 對你們來說 要不要有很多的變震 其實我們在上水區有另一個商場 就真的直接駁著地鐵斬 所以真的是一個好像探熱針 即直接人流多少 即北上 或者浪費 你們就最清楚了 對 如果你說人流方面 比起疫情之前 當然還是有一個跌幅 未回到人數 但是你說那個圖案 我們開始多了數據 由通關了這麼久以來 都有超過一年 我們分了是說疫情 即是通關初期 和現在通關比較遠 其實初期 大家都是看到 數字沒有動 是有點惡念的 即是沒有回來 沒有預期的V型反彈 但隨著通關了越來越久 其實我們是看到 南下的人 其實是抵消回北上消費的人 甚至乎這一兩個月特別明顯 就是看到有一個穩定的上升趨勢 不是反彈過去 但可能是一個滯後的慢慢的升幅 是 Yolanda 都想問你 對於 我是分析員 又或者我是你們 房地產信課基金的 一個單位持有人 她當然是關心 就是說你們租金 未來有沒有上調的空間 出租率可否維持 並且比較高的水平 一定是她最關心的 但剛才你也說到 始終地理的問題 例如你們旗下的這個商場 即是上水 那怎樣可以令到 本地的居民 繼續留在這個商場 希望消費不北上 又或者更加反過來 就是吸引更多內地的居民 南下 南下 就像我們互聯互通股票一樣 都要有往有來 對 不是說不要買A股 但希望下來買多一些 加援一下 這樣怎樣去吸引他們 譬如說內地的旅客 又會喜愛什麼類型的 我們港式的消費呢 雖然我們的商場在上水 但其實都是以民生消費為主 其實疫情前 我們都不是主打那些很高消費 即是金譜等等 都不是為民生 其實看到我們的組合 其實都有一些一站式的服務 例如我們在地下 我們有一個叫做銀行街 其實是各大銀行 以及一些很大的分行 其實很多內地人 要過來香港 處理一些銀行的事務 這個有參與 所以他一來銀行 又一定要親身來 對 那來完他又不是馬上離開 就繼續拿去吃東西 買少許東西才離開 所以人樓方面我們就固定 也穩定 另一方面就是租戶的組合 其實前後我們不是差太遠 即是疫情前、疫情後 因為民生消費為主 但在品牌上 其實我們不時都會有些調整 因為真的消費口味不同了 即使是同一樣的東西 賣補件產品 其實也有些是受歡迎 有些是現在就突然興起 所以我們都會適時去調整 如果說到商戶組合 其實我覺得這個環節也挺難的 就是當某一件事很流行的時候 其實Yolanda看到旁邊的人 也有機會看到 大家都在搶商 用一個很短的時間去調整商戶組合 現在的節奏 是否比起以前營運要快很多 其實第一看 訊息等等和以前的不同 除了租戶之外 其實更加是顧客 因為在推廣宣傳方面 其實我們現在都加強了和內地一些社交平台等等去推 因為現在那個 我們說的戰線是不同了 他們是先上網 看了有甚麼適合食 去哪裏 做完工律 看了其他人的評論 對 已經在那裏選了 接著他才會下來 就不像以前那樣 你都先選食 所以這些策略上 我們都會調整一下 即是在這個業務的推廣 在香港裏面就要做多些 即是以前可能在商場做一些優惠 已經可能吸引到貨客 但現在就是以全方位 即是消費者都是有備而戰 如果作為商戶的話 其實香港很多時候現在說 我們怎樣繼續變陣 當然北上的 其實可能有另一種不同的體驗 但香港又沒有代表完全沒有利售的生存空間 Ulanda有這麼多年的管理經驗 其實跟商戶都聊得很多 有沒有大家坐下 聊到有個辦法 真的行得通的 大家不要看得那麼灰心 其實我剛才說過的數字 可能人流 開頭是沒有這麼增長的 但慢慢我們看到人是回來的 但它的消費模式 口味真的不同了 所以我想無論今時今日 是業主、商家、餐飲等等 其實要大家給一些新意 想一些新的 不可以再是以前的模式 無論你是賣東西的 或者你是飲食的 可能你有九成的商品是一樣 但有10%是經常會轉換等等 讓人保持著有新鮮感 我們商場的活動也是 除了以前只是消費、獎賞 現在都著重有些體驗 可能有Live Music 然後有現場表演 例如我們有一個商場 是有個馬打台拳道的租客 我們叫他們來就來表演 現場就在這裏 踢彈、對打 其實不是一些很高的要價錢 才能做到的推廣 但別人就會覺得這些有趣 我便會留內些 又會看看 我想全國香港 大家努力的話 我相信各商機、生意的機會 仍然在這裏 但給一些新意 最重要是繼續發揮 我們香港人創意無限的精神 時刻都可以把新的元素 注入商場裏 無論是當區的故事 或者跨境的旅客 保持他們的新鮮感 自然就會多光顧 不過聽Yelanda所說 其實因為旗客 有部份的商場 都是民生消費為主 都是一個社區的凝聚力 會不會在這方面 都會繼續做多些功夫 就是商場的角色 不單是希望你來消費 而是做很多 好像Dicky之前有提過 就是社會責任 社會責任 社會責任 其實是否都是一個方向 或者是可以突顯到 你們和其他商場不同 對 其實因為做商場業主 其實我們都很想 培葵回 我們自己在那個社區 所以我們都想利用 商場平台 因為可以接觸 更廣泛的人 做一些 社會責任 例如之前 我們做過 跟老人家 去畫紗畫的活動 有個義工活動 但結束之後 其實沙華 他們都想有展出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邀請他們來 可能跟老人家 有吃頓飯 喝茶 去接觸人群 例如我們試過 資助低收入家庭 有些學生去學音樂 音樂比較奢侈 他們平時沒有機會 我記得他們組了一隊樂隊 配合了一些歌 都要表演 對嗎 就來我們商場 對 所以作為一個業主 商場 我們都希望可以回饋 其他社區有些服務 其實就不單止說 是單純要你來消費 而是希望成為一個平台 是一個社區的凝聚力 最後也要問Yelanda 對於香港零售市道的看法 剛才說了很多 就是我們需要辯鎮 我們是還有機會的 但實際上 例如 就是一些數字的預測 下半年 香港的零售市道 無論是人流 我們所說 旺丁旺財 兩邊都要 樂不樂觀呢 預測就不敢說 我們看我們現在的數字 確實是給予我們一些趨勢 即是一些方向 其實人流看見是慢慢上升 即是開始的 北上那些 其實現在南下的 其實是保得到的 但是慢慢再下跌 至於銷售額方面 其實我們民生商場 就不見到有太大的跌幅 某些商戶 甚至乎已經超越了 疫情前的數字 但是就看個別 即是那個商家 肯不肯去多走一步 剛才我們說 想多些生意 他便可以一枝獨秀 所以我們對前景 人流 超秀雅 其實都樂觀 但可能辛苦些 短暫時間 但未來都是 生意會向上 即是積極球變 就會有新的出路 新的生意 再一次多謝Yolanda 除了希望多些客人 去你們的商場 光顧 希望除了南下 將來你們加把勁下 港股通也在等你們 努力加油 謝謝Yolanda 謝謝Yolanda